都听到这个信息了 韩国检方终于对文在寅动手了 已经查抄了文在寅唯一女儿文都会的住所 没收了文在寅的外孙 iPad等要去调查 这里面是不是涉及什么贪污受贿 被认为是证物 那么进行查抄之后 现在已经将调查的性质 从文在寅是否涉及第三方受贿 向文在寅是否是直接受贿 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转变 冲着他去了 那么这张照片是文在寅和他的唯一女儿 文多会的照片 是不是他女儿受贿 不是 现在涉及的是文在寅的前女婿 也就是文多会的前夫 一个徐姓男子 说徐姓男子2018年到2020年 和女儿文多会在婚姻存续状态下 受贿2.23亿 还远 责任余大约是120万这个样子 怎么跟受贿 说他本来是个游戏公司工作 莫名其妙收到了一个航空公司高管的offer 然后就当航空公司高管 以此获得了大量的不属于他的工资和津贴等等 大概就是120万人民币 那怎么就能给他发一个offer呢 因为当时航空公司的头换了 换了一个民主党的议员 意思就是这个头 因为也是民主党的 文在寅也是民主党的 那么通过向当时他对女婿行贿来向文在寅行贿 值得注意说 这个徐姓男子受贿是2018年到2020年 因为这个徐姓男子和文多会在2021年的时候 已经离婚了 就是现在文多会在自己市场媒体 就发了一个表示说自己很无辜 说我就像一个青蛙一样 被莫名其妙丢来的石头砸中了 就是你去丢嘛 随便一丢 莫名其妙丢了个青蛙 还说这个就是有人犯罪了 因为这个人在自己生活里曾经存在过 所以你们现在说好像是我犯罪一样 大概的意思就是表达自己很无辜 很无奈 但是韩国这个风气还是不太一样的 调查你的前夫 调查到女儿 调查到女儿 调查到妈 然后再调查到爹 怎么着 就算文戴宜没有明确的说他本人受贿的证据 也可以把他搞到身败名裂 这一点在文戴宜的自有同样是 前韩国总统跳崖自杀的卢武炫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也是为了搞卢武炫 说卢武炫贪污受贿 然后找了半天没有明确证据 最后就发现卢武炫的什么侄女婿 这比前女婿还要远 是侄女婿受贿 然后再去找到卢武炫的儿女 她的老婆受贿 老婆上这个新闻的时候还说被卢武炫骂了 还跟全国人表示说 从来都是自己掌管全家的财物的 卢武炫什么都不知道 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她这个侄女婿还进去了 卢武炫非常悲痛 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面写了很多文章说 跟国民承诺的说是国民参与的普通人的政治 这下这辈子自己活成一个笑话 虽然说没有找到任何明确的证据 直接受贿 但是身边人 整边人 什么侄女婿都受贿 他说自己再清白说老百姓的政治 清明的政治 老百姓还信吗 对他你确实没明确的证据 但是信任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脆弱 所以说感觉非常的困苦和悲伤 在媒体各种之后的造谣 就是检方已经发现了 一个侄女婿有受贿 但是民间的攻击卢武炫的声音 就开始炮制很多的虚假的信息 说卢武炫今天他老婆怎么 这个什么名牌包 第二天说什么 这戒指多少多少钱了 卢武炫怎么怎么着又受贿了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对他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最后不堪其扰 也是不堪其辱 悲痛之中 跟随护登山 好像五点二十一分 起来写个电子遗书 五点四十四分的时候 进行了保存 保存完了 跟随护说我们去登山 登山先去山上 看了他父母的牌位 然后打个马虎眼 把随护稍稍的视线 偏离地下 跳崖自杀 这个遗书上写 很多人对我寄予厚望 但是反而我让这么多的人遭受磨难 身体也一直不是很好 想干嘛也干不了 写个书法也写不了 算了就这样 一了百了 跳崖自杀 那么卢武炫跳崖死后 第一个向外界公布信息的 就是他当时的秘书市长 文在寅 而且后来主持卢武炫的葬礼 后来接任的是李明博 葬礼的时候 文在寅也是主绩 结果后来主持这个桑仪的时候 李明博还来了 有一个议员就完全忍耐不住 觉得大家都觉得 是李明博在搞这个事 有一个叫白元宇的议员 根本忍受不住心中怒火 上去指李明博就骂了 那么作为主绩的文在寅 几乎像李明博 是90度多次鞠躬 还不是 有什么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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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纳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自己写的书 《命运》里面呢 跟卢武炫啊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形容 就是愿为江水 与君重逢 所以同样是韩国前总统 你看从那什么侄女婿开始调查 能把那全家人抛出来 把人给逼死 那么你文在寅 你就有好果子是吗 是 你文在寅可能没受惠 你的女儿 你的什么前女婿 就这么清白吗 就是离了婚 前女婿 就这么清白吗 太复杂 所以说呢 广泛的文在寅的支持者啊 都要为他捏把汗 因为确实韩国这个国家好像没有一个前总统 有好果子吃的啊 你一定要往前数到像什么 银普善 崔归夏 他可能这个还稍微有点像人一样生活的 后面什么金勇三 金大中之类的 反正也是坐牢的坐牢 刺杀的刺杀 然后死刑判决的死刑判决 那么这个清算之风呢 被人们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民主党这边的反应呢 就认为这一切又是保守派在搞清算了 要把他们认为是非常反对的 正清算风气呢 继续下去 本来也觉得说啊 清瓦台魔咒要被文在寅打破了 清算之风呢 到这儿起码能够 你不要到时候说 你如果之后要人要搞清算 但是我们韩国历史总归 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从来没有人打破这个魔咒吧 就是这帮人不相信以后不搞清算 但是认为说起码你别清算文在寅 好歹能够打断一打断 现在看来打断都打断不了了 所以说李在明啊 被刀刺脖子那个就是来说 完全反对政治清算啊 他们认为是清算的原因呢 两个方面 一个是之前尹续月的一些亲日言论的 还有这个韩国总理韩德珠的一些言论 尹续月说他这个知识率只有1%也要亲日 韩德珠呢 说他愿意 只要民主党给他寄福岛核污水 那么他愿意当众引用福岛核污水 来证实日本排海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还有他们政府高层最新的言论说 韩国人的祖先都是日本人 这是他们这个这届政府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有别的很多原因 什么通胀 生育率等等 把文在寅政府上的一些政策推翻了 就是文在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也是比较显见的 最近呢 终于出来骂隐虚了 之前还是稍微有点兜着 怎么着开开书 他就开了一个在乡下开了个小书店 跟卢武炫一样 卢武炫死也没有搞到什么 险中院去 就是国家元首木造 他就葬在他这个丰夏村了 偏僻的乡村 不想跟他搞在一起 那么文在寅呢 也是没有在首尔去乡下开了个书 现在呢 也被搞出来 在社交媒体大骂隐虚了 所以说呢 被认为说是 你居然到乡下去 你还不消停是吧 那我要好好搞一搞你了 还有一个方面呢 是民调显示 隐世人的支持率 首次跌破30% 之前还说什么30.0 现在发现已经兜不住了 承认是跌破30%到29.6% 民族不满意 还涉及隐世的夫人金建西 什么涉及操纵股市 收人名牌手带等等 这样的指控呢 被认为是要转移视线 那有没有证据 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 现在要去调查 文在寅的这个管检查的呢 是当初乙穴在当检查总长的时候的发言人 被认为是乙穴好兄弟 那么这个保守派呢 又认为说文在寅是对李明博 对朴槿惠搞清算 那认为说 你想自己不受清算 那你去清算他们干嘛 你认为上搞清算 李明博朴槿惠都要搞 你下去你想善中 没门 那这个检察官本来也被认为 是乙穴的铁杆好兄弟 那有你文在寅好果子是吗 所以说呢 就有了这个现代的现状 那么这个现代事件的大概描述 明华在攻击保守派呢 就是搞清算了 保守派呢 说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 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案件朝什么方向进展 难说 不好说 因为跟陆炫的案例是一样的 陆炫可能清白 但是你的夫人 你把什么财政全交给夫人 夫人清白吗 夫人清白 儿女清白吗 儿女陆炫有本事管到家庭清白 你还能管到什么侄女 是清不清白了 你就不是直接收钱 人家提供这种什么津贴不津贴 给你某一个你没有本事的差事 就一如美国总统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在无所事事 因为吸毒被美国海军开除的情况下 任何的专业知识都没有 突然收到乌克兰油气公司的 都管offer 这种事情 他们能够拒绝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问题 案件如何发展 难以预料 就算是要相信文在仪呢 文在仪的什么前女婿 值不值得相信 都是一个大的问号 这些东西都不值得相信文在仪呢 这些东西都不值得相信文在仪呢 身份计断 这些东西都不值得信访